大家好 晚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GoMix周二晚上的网课 非常感谢大家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屏幕吧 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就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我们的朋友还是非常多啊 大部分朋友相信您伴随GoMix走过了至少一年以上啊 那么今年呢也是到了五月份啊 是五四青年节 那么今天的话主要内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宏观的解读 是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的展望 那么如果是大家对于有股票还有其他的产品有任何的疑问呢 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尽量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呢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自己啊 大家也可以去跟自己的朋友啊 去交流目前的投资环境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呢 其实相对比较高 因此呢我们在找到还被低估 或者说是能够在任何时期都可以做交易的 那就是外汇了啊 因为外汇的价格呢没有高和低 一说不像房产和股票市场 那么黄金价格呢 目前相比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呢 离之前的高点2000美金还差很久啊 还差很远 所以说呢这两个产品呢 大类产品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做一些解读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那么老样子question呢 有任何的问题呢 大家就在手机上 或者是电脑上打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家听得不太清楚的话 也可以和我说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还是老顺长的免责声明 是我们不做任何的个人建议 就personal advice 我们全都是general advice的 含义呢就是对市场行情进行解读 不考虑咱们投资者个人的财务状况 或者是财务目标 那么我们投资者也要自己选择和判断啊 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咱们 那么我们今年啊 切尔西球队签约啊 这些广告就不多说了 那么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在外汇或者是汇率产品上呢 作为全球除了政府债券啊 交易市场最大的一个环境里面 外汇的价格 我们看这幅图啊 上来啊就给图 左边这幅图呢 它是来自于JP Morgan的啊 最新的今年关于啊 外汇汇率方面的报告 最新的报告里面 那如果是我们的朋友 想要拿这份报告呢 也和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是我们的分析师啊 要一下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啊 很多好的资料 平时可能没有时间 每一位投资者都发过去 但是大家如果是哪天想起来了啊 最近在家里闲的没有事情做 想要一些资料看一看 就跟我们要一些 我们每周啊 都会有新的资料和 包括股评报告出来啊 或者是最慢也是两周会出来一次 那么大家呢 及时和我们要一下 那么左边这幅图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看美元美国的这个收益率啊 和商品价格 commodate就是商品的价格 包括呢大宗商品啊 像铜啊铁矿啊 这些大宗商品都叫commodate 那么这些产品和我们的 亏率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从这幅图上来看到的话 日元呢 是呈现负相关 并且左下角啊 就是JPY是日元 它的相关性呢 是负的啊 负的0.6 那么它和啊 TWI呢 或者是做我们说石油啊 原油啊 或者矿石啊 这些的相关性呢 啊日元就更差了啊 就是接近百负的10% 那么我们看一下澳币 啊澳币是在最右边的 也就是说啊 对于澳币受到的影响呢 啊 它跟大宗商品类 包括原油铁矿石 肯定是正相关的 对不对 并且正相关性啊 是所有货币对里面是最高的 所有货币产品 外汇产品是最高的 那么接近30% 那么啊 左边这幅图 左边的这一 这一个叫Beta啊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 那么我们看到澳元的表现呢 和美债收益率也呈现正相关 所以是在右上角的这个地方 那么最右上角呢 是RUB啊 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那么包括像卢布啊 还有一些ZAR啊 南非顿这些国家的货币呢 那么他们受到大宗商品的价格 敏感度会更高 并且呢 受到美债收益率啊 上涨的敏感度也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如果是美元更值钱了 那么他们贬值的速度会非常快啊 这些新兴国家 或者是非发达经济体的货币 贬值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说呢 RUB啊 包括俄罗斯卢布 包括ZAR南非顿 都是在非常高的右上角 那么如果是石油价格 或者是同铁光石的价格上涨 那么这些国家呢 也会发生通货膨胀 所以说他们的货币呢 波动率或者敏感度更高 那么反过来的话 日元受到的影响呢 是负相关的啊 所以说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目前呢我们的澳元呢 是跟大宗商品的价格啊 影响是最大的 也是最直接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过一遍 主要的啊 几个地区 或者是国家的货币的影响因素 以及呢 摩根大通 JP Morgan啊 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对他价格做出的最新预测 那么左边呢 这个是美元对日元的图 那么这个图呢 上面有两条折线 黑色的折线呢 是美元对日元的实际价格走势 然后这有一点 蓝紫色的呢 是模型啊 就是JP Morgan的 模型给出来的预测价格 我们看到 这幅图给出的预测价格呢 跟事实相差甚远啊 所以说投行给到的 不一定是准确的 那么摩根大通预估呢 美元对日元最低价格呢 是能够跌到8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就是随着去年的疫情 美元确实放水了 每日确实跌了 但是呢 到107 106 就跌不下去了 现在已经在反弹 反弹回到115以上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就是说 模型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技术分析也好 那么这些 是没有根据当时的 市场发生的消息 做出改变 我们知道日元之所以弱 是因为它长期处在低利率时代 那么美元在之前 虽然是印钞了 那么莫认为美元会下跌速度很快 但是实际上日本同样在疫情期间 大量放水 并且日本的抗疫情况呢 也是反反复复 总出问题 包括这个奥运会 大家奥运会看这个开的 都跟没开一样啊 也不知道到底是举办了 还是没举办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日本目前在全球上 战略地位 现在是下降的很厉害啊 所以说日元呢 并不是那么强 所以呢 日元若美元也弱 那么二者呢 就在115上下震荡 这也就是为什么模型给出来 如果按照过去 日本的影响力 还是很强的话 那么美元放水之后 美元对日元会迅速下跌 那么日本的国际地位 和经济地位呢 会迅速崛起 所以从汇率上来看 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都是在下降的啊 这就非常明显的体验出来 目前在经济领域上 日本是一个目前处在低欲望时代 对它的本国经济 以及国际资本 对它未来的投资理念价值的看法 都是在锐减的 所以说呢 我们从这一点也看出来 大家如果是有亲朋好友 尽量就不要让他们到日本去留学 移民 那么因为从汇率上 我们就能看出来国际投资者 对它的中长期的经济 并不是那么看好 那么右边呢 就是美元对日元 我们也看到了 它的价格呢 给到的是108 107 106 106 所以说未来呢 依旧是在载幅波动 所以呢 没有特别大的行情 那么澳元对日元呢 是下跌的幅度稍微大一点 从80跌到77 又跌到75和75 那么GDP增速呢 今年由于全球都放水 所以说全球今年各国的GDP增速 都会非常高 那么日本给到了6% 随着时间的增加 递减5% 3% 2% CPI呢 日本的CPI通胀 现在非常低啊 只有0.1% 我不清楚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的CPI和澳洲 美国的CPI是多少 但是日本0.1% 应该是全球国家里面排到处的 基本上是一个低欲望的国家 是非常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 和年轻人生活的 那么他的央行利率呢 依旧是负的0.1% 继续保持负利率时赖 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呢 我们可以去吃喝玩乐 但是呢 长期居住 可能幸福指数会比较低 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八大货币队中主要的欧元 那么GP Morgan给到的欧元对美元的价格 预测呢 是1.18 1.17 1.17 和1.16 那么欧元对英镑呢 是0.86 0.85 0.85 0.85不变 那么也就是说 欧洲区呢 随着英国脱欧 目前呢 我们从这个预测来看到 一个结果 就是投行机构 对于英国脱欧的现象 基本上已经消散了 因为如果是英国脱欧 后续还会爆发不确定性的话 那么欧元对英镑 还会出现巨大波动 因为主要就是英国去了 英国脱离了欧元区的 这个欧盟 所以呢 如果这两个货币队 在0.86和0.85 上下只差0.01的话 那基本上预示着 欧洲和英国已经和平分手了 不会再产生特别大的意外 那么我们再看到的就是 非常有意思的欧洲区 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么就是JDP增速 国民生产总值 那么今年给到的是6% 到今年的9月份 下一个季度给到了14% 所以JP Morgan非常的大胆 作为投行界的龙头 那么他给到了14%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发展中国家 才有可能实现两位数的JDP增速 那么卡给到了欧元区 高达14% 意味着他认为欧元区的复苏在望 尤其是以德国为首的制造业 基本上能够实现新技术的改革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 我们现在知道传统的老牌车企 宝马奔驰 大众 对吧 大众旗下有好多奢侈品牌 像这个保时捷 都是大众品牌下面的 那么这些传统的车企 他现在在新能源公司 尤其是像特斯拉 蔚来汽车 理想汽车 那么现在小米 百度都要造车 在这些公司 也搞互联网的公司 去搞汽车研发 那么传统的汽车巨头 他必然会有动作 那么从这个JDP增速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 在第四季度 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之后 欧洲的车企会发力 那么我们相信在今年下半年 欧洲的大众也好 或者其他的车企将会推出来 更多的新能源汽车 所以说从这些数据 我们就能看出来 欧洲的企业呢 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面 将会有更多的动作 那么之后呢 从明年 明年三月份就回归到正常 降到4%的JDP增速 那么通胀的话 也将在今年底达到最高的2.2% 所以说欧洲的通胀呢 会是缓慢进行 而到了明年 变成0.8意味着什么呢 JP Morgan认为 在今年底和明年初 随着欧洲的通胀 JPI到达2%以上 欧洲央行将干预市场的货币政策 在今年底可能会加息 或者是缩紧市场上的流动性 明年保证让CPI通胀降到0.8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数据上 能够得出来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跟欧洲的政府打交道 没有办法跟欧洲的央行打交道 但是JP Morgan这些投行 他们是有办法的 他们给出来的数据呢 我们从这些数据能分析出来 第一个呢 就是欧洲的制造业和车企 将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些动作 或者是接受更多的订单 或者是跟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往来 第二点呢 就是在通胀今年底达到2%以上 欧洲央行将出手干预 那么欧元呢 在今年跌到1.17 或者是在明年初跌到1.16之后 那么将开始上升 价格将开始回升 那么左边这部图呢 同样是欧元的价格预测 那么这个绿色的呢 就是模型给出来的价格 那么蓝色的呢 就是实际上的欧元汇率价格 我们看到的绿色的价格呢 走势会更猛一些 并且呢会更超前一点啊 尤其是在去年 我们看到欧元呢 绿色的这个图呢 是先上涨 那么蓝色的实际上的汇率呢 才开始更涨 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这幅图呢 绿色的预测的欧元价格呢 已经是大幅下跌 跌到1.1附近了 而蓝色的呢 是刚刚开始下跌 所以说呢 我们跟着右边的啊 JP Morgan给到大家的预测呢 结合我们左边的 给出来的预测的图形呢 认为欧元在今年下半年 还是以下跌趋势为主的 配合欧洲的企业进行出口啊 那么出口越好 就证明本国的汇率越低啊 那么其他国家去购买 本国的产品 花费的成本就更低 这样的话 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才会更有竞争力啊 所以说我们搞明白这个逻辑之后 那么如果是今年下半年 欧洲的制造出来一台电动车 想要跟美国的特斯拉竞争 那么他卖出去的价格啊 肯定是要低一点 才有吸引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低呢 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呢 就是让欧元变得更便宜啊 假设欧元跟美元 现在是1比1 对吧 那你100欧元等于100美元 那么过去呢 是欧元更贵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买欧洲东西呢 花的成本就更高 那么这样的案例呢 就认为 如果是政府希望促进本国的制造业发展 那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贬值 那么之前美国总说 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那么现在呢 全球都在贬值 希望自己的货币更便宜一点 这样的话 在全球是更有竞争力的 那么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从左边的图右边的图 两幅图都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就是欧元在目前啊 到今年底的大趋势中 应该是以下跌啊 是欧元区或者是欧洲央行 比较希望看到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大方向上的 我们就能通过这些宏观的逻辑来捋清了 那么英镑啊 欧元和英镑不分家 我们再看一下英镑的预测呢 是1.381.371.371.36啊 基本上波动并不是很大 缓慢下跌 那么英镑的英国的GDP增速呢 我们会发现更神奇了啊 那么在六月份达到了22% 九月份达到19% 因为我们在澳洲的华人呢 可能对英国并不是特别关注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英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 那么虽然在疫情刚开始 英国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一定要搞一个全民免疫 那么现在呢 英国疫情控制应该是发达国家里面 除了澳洲以外最好的了 随着英国的疫情控制 经济复苏 加上英国脱欧已经基本结束 不再需要给欧洲 尤其是东欧的这些盟国啊 向输送更多的现金支持 以前呢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呢 因为欧盟作为一个集体啊 后面一直跟着一堆吃喝拉撒 比较懒的啊 好吃懒做的一群小弟 那么这群小弟呢 不干活 天天拿福利 那么啊 耗欧盟的羊毛 那么欧盟呢 我们也知道是英国 法国德国这几个主要国家 付的钱最多 每年要赞助几十个亿 几百个亿啊 那么现在呢 英国不需要这些支出了 因为已经脱欧了啊 所以说呢 呃 在这种时候下 我们看到的这个GDP增速呢 也就意味着 英国的股票指数啊 现在的价格 讲得非常高 那么英国的股票指数呢 也创出历史新高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澳大利亚的股票指数呢 非常低 一直在期间上下徘徊啊 到现在也没有创出历史新高 而美国英国都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英国的GDP呢 增速高达22% 那么这也是印钱印出来的啊 所以说呢 到今年底啊 就恢复到了6.7%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啊 就是随着经济复苏的进展 到今年底 英国GDP增速会降低 欧元会加强啊 所以说呢 欧盟相对于英国来讲 我们认为欧洲的 啊 股票指数 德国的股票指数 包括德国的股票指数里面 有一些车体啊 有一些制造业 那这个德国的股票指数 将在下半 下半年的表现 可能会比英国的市场 表现更好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大家 如果是要投欧洲市场 我们不知道投哪家公司啊 那我们就买一篮子指数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买DAX30 德国的啊 上市公司的一篮子指数 那么同样的是 ZPI通胀 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呢 他啊 只能国内内部消化通胀 那么所以他的通胀呢 会缓慢增加 1.5 1.6 2.2 2.3 啊 为什么刚刚欧盟会降到0.8 而英国呢 会增加到2.3 就是因为 JP Morgan认为 英国央行 不会出手干预市场 啊 因为英镑啊 更加的 呃 比较市场化 啊 所以说央行 英国央行 干预市场的 比率呢 会比欧盟要稍微少一点 那么左边这幅图呢 同样绿色呢 是模型给出来的价格 蓝色呢 是实际的英镑价格 二者基本上啊 趋平了 所以说英镑呢 这个产品 在未来的交易呢 啊 并没有太大的 获利空间 相比欧元来讲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 欧洲的欧元啊 下跌更加强烈和明显 欧洲的股票指数 DX30 或者是法兰克福指数啊 或者是西班牙股票指数 都是可以交易的 那我们优先是考虑 在今年下半年 有可能复苏最快的啊 上升最猛的 就是德国啊 DAS30 那么我们再来看加拿大 加拿大的预测呢 美元对加拿大是1.25 1.23 1.2 和1.2 那么GDP呢 也比较中规中矩啊 4% 7.5%和5.5% 3.5% 相比欧洲 英国和欧元区 欧盟 那么加拿大的 GDP增速啊 将在今年9月份 就是啊 这个下级度啊 达到一个顶峰啊 基本上也是比较合理的啊 那么CPI的通胀的 2.8 1.9 2.3 1.9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所以说呢 证明什么呢 证明加拿大 在过去印的钱 并没有那么多 相比英国和欧盟 对不对 英国和欧盟 之所以GDP能增速超过10%啊 就意味并不是他们啊 发明了什么新的科技啊 产生了新的生产力 没有 只是印钱印的多 那么加拿大呢 相比于这两个地区呢 就更加稳健 对不对 它的GDP增速呢 只有7.5% 那么CPI呢 也非常稳定 一直围绕2%啊 有高有低 那么这一点呢 非常好 非常好意味着它什么呢 啊 就是第一 疫情控制的好 第二呢 经济比较稳定啊 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 我们看左边这幅图 它是不是 它的表现 货币表现就非常强啊 那么如果是未来 美元上涨的话 那么美元 对家园的价格 也会从1.25 掉到1.22 也就是说啊 家园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是非常坚挺的货币啊 那么左边这幅图呢 我们看一下 最弱的是日元 然后是欧元啊 瑞士法郎啊 挪威啊 还有这个澳元 新西兰的纽币 那么强的话啊 是0.0%以上的呢 有英镑啊 有加拿大家园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了 英国是因为利空出尽 那么家园呢 表现比英镑还要好啊 所以说呢 加拿大啊 第一呢 没像美国那么乱 对吧 那美国停工了啊 加拿大还要给美国出口呢 第二呢 是石油价格涨 加拿大的因为也有会有产油嘛 啊 卖石油卖的也非常开心啊 所以说呢 这些原因呢 导致加拿大 即使发生疫情了 像澳大利亚非常好控制 地广人稀 对不对 加拿大更加的地广人稀啊 所以控制疫情相对也更加有优势 并且呢 美国乱啊 那你邻居不乱呢 所以说家园是在中长期都将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货币 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澳元 这个呢 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货币 并且呢 我认为也是我们作为澳洲华人最容易赚钱的一个货币队 那么我们看左边的这幅图呢 非常简单 黑色的呢 是铁矿石的价格 蓝色的呢 是澳元兑美元的价格 二者基本上是同步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用对吧 用就是无脑的来想一下 用common sense来想一下 其实都能够明白 澳元兑美元和铁矿石 绝对是正相关 两个呢 基本上是 亲兄弟的关系 同涨同跌 那么在提防室最高的时候呢 澳元兑美元啊 基本上摸了一下0.8的价格 那么我们看一下右边呢 是同样给出来未来的价格预测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澳元未来可能涨到0.8以上吗 这个概率非常低 所以说从中长期来讲 包括今天澳联储又讲话 认为澳元现在在区间的上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了呗 那么未来呢 就会降到0.72 0.71 所以说澳元的汇率相对比较好做一些 那么GDP的增速呢 也是4.2%和3.7 2.4 2.3 也没有欧洲 英镑 英国和欧盟那么疯狂 甚至比加拿大还要更低一点 这同样说明了一个现象 就是澳洲的疫情控制的更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即使没有去澳大利亚 没有去英国欧洲 没有去加拿大 我们从GDP的增速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政府没有放太多的水 所以说澳洲目前的市场流动性 是比较稳定和健康的 相比于欧洲的英国和欧盟 对吧 相比美国也是 所以说这些数据呢 能够告诉我们很多现实 我们不需要坐飞机去 我们也能了解这个国家 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中 到底是暴涨暴跌 到底是政府超额发售的货币 还是说老百姓生活的非常低欲望 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去 比方说去奋斗 像日本 对吧 日元的表现 那么澳洲的CPI呢 也将从3.4% 缓慢的下降到未来的1.8% 如果澳洲的CPI 没有按照预期缓慢下降的话 在今年的7月份 今年7月份 召开的澳联储利率决议 将会重新评估澳洲下半年的货币政策 对我们手里刚刚买了房子的朋友影响会比较大 我们也知道现在四大行中 有一家银行已经开始上调了四年期的贷款利率 那么未来如果是利率加大 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么对我们手里的现金流到底是有多大的影响 那么澳联储今天讲话非常明显的提到 我们一会也会展开讲一下 花个两分钟 就是房子的价格可以涨 但是呢 你的贷款要给我稳住 你这价格涨没问题 大家拿50% 甚至付全款 现在照样有付全款的中国人 那你没问题随便买 但是如果你想80%的贷款 然后呢 贷的还想更多一点 加杠杆买房 那么在未来将会是澳洲银行和澳联储重点关注的对象 并且呢会针对这一点进行很多政策上的限制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新兰的纽币啊 是我们的邻居国家下面呢 是给到了0.71 0.69 0.68 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所以说澳元对纽币 澳元对新来的纽币 AUD NZD这个货币队呢 依旧是我们澳洲华人 也需要非常重点关注的货币队 如果是跌破了1.06 就开始买嘛 然后1.05大胆买 1.04币也买 1.03 all in 1.02借钱买 跌到1.0的时候 就把房子抵了 也去买 所以说基本上澳元对纽币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在稳定的区间内波动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么当然了 大家不要把杠杆加满啊 所以说小富基安 每年靠这个产品赚个百分之十几到四十几 都是很合理的 如果想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回报 在澳元对纽币上 那么大家呢 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些风险 那么我们在 深入的讲一下澳洲的澳元 因为这个大家都关注 澳元呢 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和铁光石的价格是正相关的 那么右边这幅图呢 就是中国啊 中钢鞋 简称中钢鞋啊 就是这个钢铁协会 那么发布的一个升钢 是铁光石采购成本 我们知道澳洲的铁光石主要卖给中国嘛 那么19年的时候 最高点是800多 那么到去年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进口粉矿采购成本 是一路高涨 已经创出了新高 达到了959 从这个数据上到去年的12月 那么在今年呢 其实又稍微涨了一下 又跌下去的 那么左边呢 是2020年中国部分上市钢企 铁光石进口及支出情况 我们看到基本上 几大啊 这个重要的链钢企 钢企都在上面啊 其中航钢股份啊 成本上升了30% 就是说在铁光石进口上的支出 上升了30% 重庆钢铁呢 上升了20.6% 南钢股份上升了24% 占东钢铁上升了20% 那么作为龙头的像宝钢啊 也上升了3.4% 那么山东钢铁上升的金额呢 其实非常高 我们看到了是2020年支出是122亿 那么19年呢 只有98亿啊 所以说高出了整整20多亿 在铁光石的进口成本上 那么这些数据呢 都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已经坐不住了 或者说呢 至少有一些部门和行业已经坐不住了 那么铁光石疯涨呢 中国肯定会想办法干预 右边这幅图呢 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这么重要 是因为2019年啊 2020年的数据都显示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铁光石进口比例上 已经占到了超过65% 这个份额还是不可替代的 尤其是呢 像去年巴西那19%的份额啊 也丢掉了 因为疫情的影响 因为大水的影响 因为洪灾的影响 那么在因为这个船运输的距离 等各方面的影响啊 那19%丢了很多 那么澳大利亚的比例呢 占幅超过70% 在去年 所以呢 我们看左下角啊 就是在2021年 今年1月到3月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总额 达到337亿美元啊 结合人民币呢 是2200多亿人民币 增加了20% 大家觉得中澳关系不是很差吗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 像旅游业出口 留学啊 教育业 还有红酒 奶粉啊 这些代购 还有红酒 这些都有限制 对吧 像奔赴的红酒 在中国海关都进不去 那么到底是哪 出口了 竟然还能增加20%呢 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其实很简单 一个是出口铁王石的数量增加了 第二呢 就是每吨出口铁王石的价格都上升了 啊 那么三月份 单月呢 啊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 是高达132亿美元 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啊 在中澳关系很差劲啊 很多东西都封锁了 情况下 还创出了历史新高 就证明提王石的份额有多大了 那么下面呢 澳大利亚媒体也发表声明啊 说葡萄酒 大麦牛肉等商品 冒油是没有了 但是呢 提王石让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业绩 依旧非常亮眼 并且呢 为莫里森政府制造 至少贡献了360亿澳币的 啊 这个收入 那么非常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澳大利亚啊 啊 贸易商 现在从中国采购的份额呢 也非常多啊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商品出口呢 达到了140亿美元啊 也是同比增加了50%啊 所以说我们会非常有意思的看到啊 某一些并不是有核心地位的产品呢 大家就是你争我多对吧 大家都有脾气啊 澳大利亚政府也有脾气 中国政府也有脾气 大家干一架 没关系 啊 打得非常惨 那么在有核心利益上来讲的话 澳大利亚政府呢 我就可就是坑 所以说呢 在之前 中国不得不买提光石的背景下呢 那当然澳币越贵 澳大利亚政府赚的钱是越多的 那么在现在的话啊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呢 出台了一些政策啊 我这里没有给 那么大家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就是中钢协啊 还有中国政府呢 啊 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第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废钢的一个回收啊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技术上的应用和破解 那么这个呢 我就不在这里 深入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所以说呢 呃 面对提光石的价格高企 那么政府和中国的钢铁行业呢 也是在做 调控和调整 那么如果是未来调整加大的话 那么降低澳洲提光石 对中国的价格定价影响 以及呢 出口总量 那么澳元和澳洲提光石价值 包括澳洲的提光石上市公司的股票啊 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好了 我们刚刚之前提了一下房产市场啊 这里再深入的展开一点 那么房地产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澳洲政府非常关心的 也是澳洲央行 未来是否对澳大利亚四大银行进行调控 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 这个贷款的resual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蓝色的线啊 是我们自住啊 就是这个叫occupier 我也不太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 就是啊 贷款比例超过80% 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好了 100万的房子 我们啊 贷款比方说60万 还是80万 还是90万 那么对家庭的负债比例影响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对家庭的收支的平衡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啊 今年和去年底 从去年底吧 八九月份啊 房地产复苏以来 那么买房的人主要是集中在自住 或者是啊 年轻人买房或者是试换房升级房产 那么自住的比例很多 投资的比例并不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投资者呢 他们有多重渠道啊 比方说啊 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 啊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呢 他们在金融市场上啊 股票市场和啊 这个债券市场占比是最高的啊 基本上占到家庭财富的一半以上 为什么呢啊 大家看一下最近IBM啊 是这个微软啊 微软不是搞闹离婚吗 啊 那他上市公司作为大股东 他持有几千万啊 几百万美金的这个上市股份啊 所以说对于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上市公司里面 一般是第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啊 这种角色 那么再往下的话 是高精值投资群体的话 他们在股票市场流动性好的资产上面 占比也是很大的 因为房子啊 你有食堂打起来也很困难 对吧 有个三四套基本上就行了 所以说呢 这一次的房价上涨的更多的是自住房啊 或者是首次之夜啊 或者是买第二套房的人 是这种数量是最多的 那么大家的杠杆比例呢 也是上升的比较快啊 从百分之六十多的杠杆比例上升的 到了百分之八十多啊 如果是上升到超过百分之八十 就意味着后续进入市场的购买率 是在持续下降的 那么投资者目前呢 动作很小 一个是刚刚我们知道 他有更好的流动性资产可以去购买啊 房产市场对他来讲 对他个人来讲 可能已经是一个饱和的投资产品了 所以他需要把他额外财富呢 放在其他的资产配置上面 那么同样的对于海外的群体来讲 现在呢 国际航班没有通啊 所以说呢 在他们能够进入澳洲进行投资之前啊 那么现在呢 通过本土的自助这群群体呢 基本上到目前呢 开始有一点降温了 还有一个数据也是悉尼的数据啊 大家也可以看摩尔本的 但我认为呢 澳洲房产啊 还是悉尼是龙头嘛 啊 西尼如果是引擎熄火了 那基本上意味着墨尔本 也是随后就要熄火了 那么当然不是说要跌了啊 是这个房价可能上涨速度会减缓 那么呃 从左边这幅图呢 是最新的啊 周六的五月一号的数据 那么清盘率是81%啊 那么右边这幅图90%呢 是在三月份 那么我们也知道房价 涨速最快的呢 其实也就是集中在二月份 一月二月三月 所以说在那几个月的时间呢 清盘率一般都是高达90% 甚至90出头 那么我们再看左边的话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一号啊 就是说在最近的一次数据里面 左下角那个图啊 啊 是soul的 是558套 那么右边这幅图 在今年的三月份呢 soul的是666套啊 插出来的整整100多套房子 所以说呢 啊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 就能够看出来啊 我们卖出去的实际房子 是在降低的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是auction schedule的啊 那么或者是auction reported 那么右边这幅图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auction的房权呢 假设是啊 比方说856套 那么在今年五月一号 最新左边这幅图呢 是达到934套 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卖的 往市场上卖房子的人 变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soul的的反而降低了啊 就是因为你房子往市场上抛的人多了 但是买房的人又减少了 一正一反啊 我们中间插出来多少呢 934减558 插出来400多套 那么之前呢 是856减666 只插出来了不到200多套啊 100多套 对不对 那100多套和400套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呢 在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市场 目前一个是供求 发生了重新 这几个数据啊 都给了我们 就是说新进入市场的买家 还没有进到澳洲国门的情况下 本土买家的快速购买力 基本上已经快消失了 啊 这个呢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点 并不是说这个市场要跌 也不是说这个市场大家不能投 只是说呢 我们要通过客观的数字 理性的分析啊 所以说 我们都是要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那么澳洲的经济呢 呃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同样的 有两个极限的情况 一个呢 是澳元兑美元跌破0.7 和澳元兑美元涨破0.8 那么JP Morgan也分别给出了 呃 可能性 那么跌破0.7呢 就是中国政府呢 呃 大量抛 呃 就是降低澳洲体防室进口啊 那么其实呢 就是跟中国有关系了 呃 那么第二个就是 就是涨破0.82呢 同样是呃 跟中国有关 就是中国呢 呃 有更强有力的基础设计建设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呃 增加最长时的需求 其实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都是跟中国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澳元兑跌破0.7 和涨破0.82 这种极大的风险 跌破区间啊 那么都是要看中国政府 对于体防室进口的态度 以及呢最终的进口额度 那么右边呢 这个图呢 呃 就是我们未来重要的数据 在5月15号呢 啊 sorry 是4月15号 啊 这个和4月21号 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5月4号 就是昨 呃 今天 对 今天的澳联储的利率值益 啊 以及呢 7号的 啊 啊 这个 呃 SOMP 啊 SOMP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都已经过去了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一个呢 就是7月份啊 就是在未来呢 澳元兑美元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小区间震荡 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此前提到的 在今年7月份 澳联储将制定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对今年下半年 澳洲经济做重新的评估啊 来判断我们利率和澳洲银行业啊 是否是要缩减信贷 对我们的房地产股票市场 以及澳元汇率本身都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说今年7月份啊 咱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 7月份的利率决议 大家一定要关注 那么今天的这个呃 主要的 问题就结束了啊 看一下大家 哦 哦 大家这个 很多人说了 是这个 投屏出现了问题啊 对不对 啊 现在应该好了 出现了三个图 啊 现在应该是OK的 好了 我就简单的把这个图啊 一页一再给大家慢放一遍啊 这样大家就是说 能把这个数字稍微关注一下 然后有问题的话 大家就把问题打在question里面啊 这样的话 就能帮大家稍微做一个解答 这个是欧元的价格 这个是英镑的价格 那么大家如果是刚刚没有特别看清楚啊 这个PPT呢 大家可以明天跟小树手要一下 就给他留个言就行 那么明天呢 我们就发给大家 在微信上 这个呢 是家园 其实说我们从汇率和价格预测上 包括CPI的预测 这EP的预测 其实能看出来这个国家很多啊 包括他未来的股票市场 他未来的房价市场啊 以及劳动业 劳动力就业水平等等 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中国的 平方式采购成本 这个呢 是家园对瑞士法郎的图啊 刚刚没有说 呃 很多技术图形呢 也是比较有参考性的 第一个呢 是戴若古比均线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戴若古比均线啊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红色线上冲 蓝色线跟随 黑色线啊 做支撑 那么右边呢 就是冲上去了 那么很多有这种七型啊 就跟一个小 小旗子一样 那么做一个七型 一个三角形 然后突破三角 右边呢 突破之后 上寻找新的方向 这种 七型突破 是很多推荐图里都有的 单独猎船呢 一个是 在宏观上 家园对瑞士法郎呢 对标的是石油的价格 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他们突破了这个七型三角 也突破了戴若古比均线的 144天和169天 两天的这个金线黑色 黑色的一个维加斯通道 都突破了之后呢 开始了 这个大幅的上涨 所以说做交易呢 如果是出现单边行情 我们就要追上去啊 那么突破了这种区间震荡 我们一定要追 因为这种行情不常出现的 但是一出现的话 就是能给我们带来 巨大的财富 有人说APX跌到15以下了 APX呢 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并不是很严重啊 只是因为啊 他一个是科技股 第二个呢 是他是做这个数据爬取的 那么如果是涉及隐私问题 啊 这是对他的最大的风险 但是从目前来看 公司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也没有发生变化 去年依旧赚了很多钱 我忘记了是3000万 还是4000澳币的盈利 白银的话 白银是 其实白银和黄金比较类似啊 但是白银的波动程度 可能比黄金还要更大一点 啊 并且呢 受工业用品的影响 我们看到了 就是白银的支撑会比黄金更强 那么此前呢 白银价格是最高是冲到了29附近 那么现在呢 是2627附近 啊 基本上没有跌破过维加斯通道 我们看这个黑色的图啊 啊 大家看到的屏幕是对的吧 因为我这儿好几个屏幕呢 我也不知道给大家放的是哪一个 是吧 现在我放的是白银的 白银银比金线的这个图 那么维加斯通道呢 我们发现这个日线图啊 碰到就上去 碰到就上去 就既然认为 从工业品的角度来讲的话 白银铜 工业属性 对吧 那铜和提防石都输入工业属性 白银也算 也有一部分 那么铜的价格现在还在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白银的价格呢 有可能会跟随啊 所以 从铜的价格上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一些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铜的价格 现在还在上涨 啊 这是日线 这是四小时图形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是铜的价格还能创出历史新高 那白银价格就很难跌下去 啊 所以说呢 因为现在黄金比较弱 啊 那么就是黄 白银呢 就夹在了 从这种工业用品 啊 包括这个其他类的 和黄金之间啊 所以说 它会比黄金更强一点 啊 这周的数据的话 那么不做任何的猜测啊 因为目前的数据行情呢 没有办法做预测 啊 基本上出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今天澳联储讲话的时候 澳元的走势啊 就 大家就能明白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做 不再对这个数据和消息做任何的预测 啊 那么现在澳币又跌下来了 基本上澳元在目前的价格呢 还是比较高的啊 相对比较高 这是周线图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的澳联储的讲话呢 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啊 大家会发现它上冲之后快速回落啊 基本上是一个大型的震荡 所以它有可能在数据出来的话是来回上下扫 这个是扫了二十到三十年 然后呢 讲完话之后啊 大家发现不对了啊 透露出来有可能啊 因为澳联储说澳元汇率目前在一个相对高位嘛 他基本上又下来了 所以说澳联储讲话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先冲然后下来 所以呢 同样的对数据啊 包括飞浓 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的预测 也是因为它在当时呢 可能会上下扫 就是说我们不管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如果设置了止损 有可能被打掉啊 对这种行情来讲的话 我更倾向于是做之后的这一段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方向了 我们可以顺势追空啊 或者是顺势做多 做后面这一段会比较安全一些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再次感谢大家啊 这么多人和我们一起 如果是大家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更好的建议 包括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还有要一些报告 那么随时和我们去要就可以啊 因为其实从这个资料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的资料还是很多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是全球零售业啊 亚太地区电信行业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黄金协会啊 硅金属 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全球外汇策略 欧元展望 所以我们的报告呢 还是很多的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什么啊 就跟我们的分析团队说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我们会帮大家去找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赚钱永远是理念啊 理论和实践结合啊 才是最有效果的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啊 今天晚上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下周啊 本周四啊 欢迎大家还是参加我们的 VIP课程啊 本周四晚上的时间呢 依旧是八点 那么目前呢 只有我们的VIP客户 呃 可以参加 如果大家不是VIP的话 没关系 可以跟我们小助手 或者分析团队沟通一下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呃 祝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 再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